走不通的路就用拳头来打开 哈哈哈哈 你快来了 我宣布个算 我是个傻逼 全民制作人们大家好 你干嘛 大家好我是豆豆 一个粉丝也不知道 我是游戏不达不住 江子亚作为一名王者要的老英雄了 他的玩家不能说是门庭若是吧 那也只能说是寥寥无几 就毕竟时代久远 本来就冷门的江子亚 现在冷唱加冷你说这合理吧 这就非常不合理了 所以策划也非常理解大人心情 最近重做了江子亚 就是这个强度 就很乖 低情商叫强度炒标 高情商那直接就是 和风阵榜中的江子亚表现一致啊 弟子江子亚 又追随昆仑 成为一个守护苍生的强度 我知道这个时候 可能就会有观众朋友慢慢网 多多哥哥 江子亚不可能突然这么强 你这个大骗子是在骗人吧 肤浅 太肤浅了 现在的江子亚在15级之后还可以继续成绩 满级25级 而且在15级之后还可以给一位队友风神 灌输经验的同时 使他的最高等级也提升到25 别的不多说 你想想一下 开着弱化的25级暴入蒙天 冲击团的一打五是什么场面 我只能说 非常恐怖兄弟 哦 顺便一提 这不是天福上线海月了吗 本期点赞过两万 这周肚肚立马带来实战视频 都说到这儿了 是不是不点就不合适了 别忘记顺便把你关注也给爷交了 江子亚一技能变化不大 二技能现在从击退变成了片刻之后的击飞 不过一二技能这个伤害 是多多少少离谱 众所周知 江子亚伤害主要靠打招 但后期这个一二技能连招 就不能说是不痛不痒吧 顶多也就是基于重创 除此之外 现在江子亚打招变成了三道光波 而且不需要蓄满力 就可以打满伤害 来 你自己看看这个连招 我只能说 大人时代是真变了啊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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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我问你什么 诶 诶 什么意思 诶 你想尝试一些招牌的东西吗 诶 当然 我会做什么 哦 好 好 我会是我 而 Eli会是你 好 来吧 好 诶 我应该怎么做 没什么 欢迎来到时间对抗 就有一说一啊 一级的江子亚 倾限能力还是挺慢的 相比隔壁的可上 咱们一般需要两发一技能 才能清光中路兵线 诶 但是在有二技能之后 配合二技能一套技能 打叼王昭君半血 小君一波之后 看到中路的喊惊 和凯在疯狂的羞耻无忌 我们也是来以神险的方式 来给他们全家 人嘛 不要总是打发傻傻的 万一杂大花花操操也不好 你看 凯非常折服起安静的 听从了我的架回 躺了下来 事件有太多的苦难了 我们为什么还要打打杀杀呢 这样真的 不好 不好 就对面这个脸破吧 确实是挺搞笑 就他至少在这个闪现十级选手 草丛埋补我半天 在把我顶起来的同时 为了怕我射孔 果断的交闪 不和我贴贴 然后潇洒地扬转而去 就很难不感谢 脸破大哥的不杀真 但他也有闪现非常成功的时候 当我没蓝没血之时 他一个闪现冲到了我的脸上 然后精准的大招准备砸了上来 面对这种优秀的坦克选手 我也只能无奈地输手就 所以我不懂 为什么要故意来挑战新的江子牙呢 那我们也是跟着韩兴 直接聊到对面的野区搞事情 虽然大招没有收掉人 还被对面的四个人包围了 但是没有关系 我们来简单的分析一下形势 前面三位捕着路后面 开大凯子穷追不舍 但是咱们有闪现 咱们只需要往上走两步 把对面三个人勾引过来 然后向左走闪现逃命 这波就能把对面所有的注意力 吸引到这个鲁班身上 这样死去的就是这个小鲁班了 理论存在 时机开始 如果说前期的江子牙 的确是给人感觉差点意思 那后期的江子牙 伤害就真的稍带离谱了 一二技能加大招 如果不是王昭君自带护盾 那他可能早就寄了 而且更重要的是 江子牙这个一技能很恶心 不光是极致的减速 而且更是延迟伤害 就有的人看似火 这失策已经死了 好 先给我们的袁哥 放一下神 这波咱们一技能 打到凯和昭君之后 看似大招只打到了凯 但是就是能拿到双杀 对面是想跑都跑不掉 你说这合理吗 这就非常合理了呀 那也是到最后了 兵线逐渐压到高地 袁哥开团 咱们拖后开启大招 先配合队友大招 把输出拉满 收掉王昭君 而后进高地 一技能让敌人姐回不了家 轻松拿下本局胜利 当然 这毕竟只是一小局的表现 是不是还想看更多 重做江子牙的集醒 关注点点 咱们开一高 山对山来 爱对爱 蜜蜂彩花 深山里来 蜜蜂不为彩花 四两山 我为主意的开 山对山来 爱对爱 蜜蜂彩花 深山里来 蜜蜂不为彩花 四两山 我为主意的开 一